今年的房正东状态可以说相当出色 自从奥运会难当决赛输给马龙后 小胖在全运会、四拼赛以及世界杯中 已经豪取25连胜一场未输 如今的房正东真的是无敌帮的存在 不过其实在奥运会之前房正东也曾放车过 而他输给的对手不是马龙也不是外邪选手 而是小将周启豪 周启豪虽然跟房正东一样都是24岁 但生涯至今仍然没有取得过什么好成绩 个人实力在国内也排不进前五 但是周启豪却在今年5月份举行的2021年WTT直通赛上 大掌黑马本色 他先是连克梁静坤和马龙 最后又在决赛中掌落房正东夺得冠军 那么实力平平的周启豪究竟是如何击败世界第一房正东的呢 话不多说一起来回顾下这场精彩的决赛 首局比赛房正东一上来就气势如虹 正手连续的扣杀得分 真不愧是世界第一啊 很快小胖取得4比0的领先 周启豪也不甘示弱 这个正手对拉一点也不落下风 小胖便防守出台 4比1 好球啊 又是正手的对拉 小胖又失误了 周启豪再追一分 这时候呢也会出现状态不太在线的情况 周启豪的防守确实不太给力 这两个球都打飞了 又是连续的防守出台 周启豪再丢2分4比11 先丢一局 众所周知周启豪是偏正手风格的选手 而防正东左右手都很均衡 所以周启豪想赢 只能在记账树上做些调整 尽量减少防拍对攻 靠着正手大胆搏杀 到了第二局 周启豪明显提高了防拍回球质量 这个球反而是造成了小胖的防守出台 好球 漂亮 这个防拍直线太漂亮了 防正东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3比3 周启豪这局状态确实回暖了 正手优势也发挥出来了 这个球小胖又漏了 这球偷的不错 哇 防回来了 形成对拉 漂亮 再来 太精彩了 这个回合 双方对拉了起来 周启豪连续三个正手压的小胖 节节败退 接着再来一个直线扣杀得分 这个球角度太刁了 小胖无可奈何 漂亮 你旋转发到中路 板手上手 气势完全起来的周启豪 这局11比8拿下 帮平总比分 进入第三局 小胖还是猛啊 这个接发球斜线抢攻 直接得分 哇 好球 反拍直线给过去 周启豪动都没动 太精彩了 这球 这局周启豪很快 以3比11丢掉 反手连续发力 好球 哇 太快 控制台内球抢冲 第四局 形势又反过来了 周启豪靠着持续的搏杀 取得8比4的领先 但防阵中的正防守 真的太均衡了 他连锥5分 居然反超了 继续回摆 拧起来 好球 直接批长 此时全场比赛最精彩的一球出现了 双方远台一共对垒了17拍 小胖本来占据上风 正手连续的扣扎压制 但却被周启豪看准时机 由手转弓斜线反拉了一把 结果小胖没接住 再来看一下慢镜头 周启豪这球真是意高人挡大 场下的刘国梁也是激动的鼓掌 这个回合没拿下 小胖明显急了 连续回球下网 以10比12丢掉这局 光剑的第五局 四头王全在周启豪这边了 一上来就5比2领先 但剧情的发展又跟前一局一样 房振东连续追分 8比7仿超 哇漂亮 周启豪不慌不乱 继续靠着杀手捡 薄杀拿分 这个正手斜线扣杀太突然了 小胖没顶住 秦志捡虽然及时喊了暂停 但回来后小胖还是连续失误送分 以8比11再丢一局 第六局 房振东积极调动了自己 增加上手的频率 尽量不给周启豪搏杀的机会 取得4比0的领先 但周启豪依然将搏杀进行到底 防守回球质量也比开局的时候好多了 防倒是房振东连续失误 比分被追之5比5 两个发球 漂亮 周启豪又一个防守直线得分 房振东心态明显出现问题了 接连在丢分后闭目摇头 很是无奈 正手再一个搏杀 房振东打飞了 周启豪11比9赢了 在这场精彩绝伦的决赛中 周启豪4比2逆转 房振东爆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的直通赛 也是他们二人会失决赛 当时周启豪1比4落败 这回也算是复仇成功了 周启豪能靠着一招杀手锏 搏杀 连续掌落梁静坤 马龙和房振东 这三大国拼王牌 足以看出他现在的进步真的很大 期待未来的他 也能将这种势头延续下去